您好,我是经理人AI主播何立为,感谢您收看每日听管理新闻播报。 今天带您重点关注的第一则新闻。 Google宣布终止多项服务,包括Podcast应用程式和文件扫描管理器Stack。 Google对此提供了备份和转移指南,提醒用户在9月23日前将重要文件汇出到Google云端硬碟。 Google在旧版文件扫描管理器中增加了移转功能,用户只需一键操作即可将文件汇出到Google云端硬碟。 然而,这个更新并未得到用户的认可,许多用户认为Google将功能整合到其他应用程式中,反而降低了使用的便利性,增加了操作的复杂度。 第二则新闻。 西南航空是美国第三大载客量的航空公司,然而近两年来,西南航空的股价下跌了近25%,而竞争对手联合航空和达美航空的股价,却飙升了30%到50%。 虽然西南航空的营收有所增长,但2023年的营业利益只有2019年的20%,最大股东艾略特管理公司指责西南航空将化于几十年前的商业模式,并指出其IT系统老旧,管理过时。 此外,竞争对手成功让顾客支付更多费用以享受更多服务,而西南航空仍然坚持单一舱等和不开放提前化位。 西南航空的管理也显得跟不上时代,例如在一次冬季风暴中,西南航空整整瘫痪了10天,而其他航空公司在耶旦节前夕已恢复了80%的运能。 为了重振业务,埃略特管理公司正在推动西南航空进行组织重组和成本削减。 第三则新闻 立法院在5月通过修正案,将罚还在新台币1200元以下的8项交通轻微违规。 排除在民众检举范围外。 交通部解释,虽然限缩了民众检举项目,但警察仍可依法开单告发。 此外,违规祭典制度也有调整。 违规祭典仅限于警察当场拦检并确认驾驶人身份时适用,排除民众检举和科技执法的情况。 汽车驾驶人的违规祭典将依危害程度计1至3点,一年内计满12点将被调扣驾照两个月。 新制规定,驾驶人一年内可申请两次自费讲席,每次可抵扣两点。 第四则新闻 美国投资传奇巴菲特上周五将价值53亿美元的波克夏海瑟威持股,捐给五家慈善组织,这是他有史以来最高的年度捐献额。 其中,993万股捐给比尔与美琳达盖茨基金会,其余捐给其他慈善机构。 巴菲特表示,过世后他的财富将交给新设立的慈善信托处理,由他的三名子女负责监管。 巴菲特认为,这笔财富将用来帮助没那么幸运的人。 他也透露,将不再捐献财富给比尔与美琳达盖茨基金会。 此外,巴菲特表示股票投资决策将交给他的接班人阿贝尔。 他认为高龄是他首要考量的问题,并表示将观察波克夏下一代管理层的表现。 感谢您的收听。 经理人也推出了全台第一个对话是AI职场教练,AI Code上线不到两个月, 以协助全台上千位经理人解决管理痛点,职场大小疑问, 期待您这经理人网站免费加入会员。 无限提问。 也诚挚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, 我们会将每日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。 再次感谢您,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 哦! 再次感谢您,祝您好!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